那么因为考虑到当前 这个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 同时呢也为了保障 这个广大患者的就医安全 就是避免他有一些交叉感染发生 也尽可能要减少 对医院的这个运行的影响呢 那么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呢 医疗机构会要求患者 提供一个核酸检测报告 那如果这个患者 他需要立即进行紧急处置的呢 医疗机构啊 他会启动一个 我们有一个叫这么 紧急的应急预案 就把这个患者呢 到一个相应的缓冲区 这个是相对的一个 隔离的一个缓冲区 这个缓冲区里面啊 它其实是有一系列的 医疗的救助抢救的 设备设施药品 这里面可以开展 我们的急诊的医疗的救治服务 那同时呢 如果是需要紧急手术的 那我们就是用专用的手术室啊 专用的隔离手术室进行手术的救治 这个呢 都有明确的规范和要求 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中呢 我们是要求啊 不得已啊 这个等待核酸检查结果为 这个理由来拒绝推诿 啊 延误治疗 啊 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